小家伙 老子在车上哼哼唧唧的 明年子那么喜欢下去玩呢 走走走走 那就下去好不好 等会儿 等会儿 着急死了 扣着 走 66 黑米现在体重是50多斤了 我出发前称的是52斤 胖妞现在也是50多斤不到60斤 她只比胖妞小个五六斤 跟她两个体型对比 黑米是壮士 来过来绳子解了 去那里面上个厕所去 去 吐了 可喜欢和人这样玩呢 开饭了 煎了 午餐肉 然后鸡蛋 一会儿再煎个馒头夹着吃 这咱们一天小日子过得也可以啊 嘿 胖子 拿过来 来 过来 胖妞 来 我还能叫的过来 呵呵 挺香 这不放油吗 这个 这个是不粘锅 这个就有油 嗯 主要是为了把它稍微加热加热 OK 鸡蛋 放了 这配的老干妈 来来来 拿点再过来吧 好了 吼吼吼吼吼 掉了 你不用 嗯 嗯 被烫了你啊 完了 可以了老干妈就行 可以了 完全任务 太多了 完全任务 你老干妈太多了 不多啊 多啊 你就一夜煎饼你放这么多 好吃 辣 好吃 再捲个葱 你这都捲不起来回去 没事 这个煎饼很好 碎了 嗯 山东南煎饼 南山东斌吃煎饼 这煎饼 以前在青岛上学的时候吃过 然后这两天没吃过 这两天我们早上都吃的是煎饼 卷的一大堆东西 之前我从来不吃葱的 但是有发现卷这个小葱还挺好吃的 这个小葱它不是特别辣 嗯 可以 这饼好吃是好吃 但就是肺牙 咬一会 这个三子疼呢 嗯 中国白亥宝宝 黑命 别叫啊 老想下吃啊 一会儿你要尝点煎饼好不好 亥宝宝你不能吃 这上面全是油 本来打算把这片副驾驶味腾出来 然后和那个开赛路车那个 那个小哥 我们打算去大学城买点东西 但是收拾完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车发动不着了 亏电了 因为这两天在这车又没有动过 也没有启动过 一直停在这里 然后我们经常去海边玩 去哪玩 车又没有发动过 然后可能早上起来 我剃个胡子啊 或者什么的 用下镜子 镜子掰开之后它会通电 或者说用下车上这个灯 然后导致现在是亏电啊 车打不着 这个其实也好解决 就是只需要一个搭电的线 然后小金库的车也停在旁边 然后用他车把我车搭电就可以 但是现在就是问题是 我俩都没有那个线 搭电那个线 就是那个相当于镊子 嗯 一个镊子 对住他那边车电瓶的征服机 然后再接到我这边征服机 然后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在网上刚才搜了一下 最近的一个修理场是三公里左右 还好这是属于在市区里面 如果当时在西藏那边的话 那就麻烦很大了 现在就只能说我联系一下 看他们能过来嘛 得多少钱 看他们有电话没有 先打个电话问一下 我该在网上查了一下 这个距离我这里停车这里啊 只有两三公里路 看他们过来是多少钱 这个就是很简单一个东西 哎你好 你这是汽修是吧 我这样我车是在这边亏电了 我说你们能过来一趟就帮我搭个电 在里家台这边 在里家台这边 什么车啊 啊 什么车啊这个 嗯哈佛H6 你没见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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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在哪儿 哦就两三公里我查了一下 我加你吧 哦你加我微信吧 好 行好啊 嗯 哎你好啊 你看那个到你那是不是很近 有几公里是吧 四两公里啊 四两公里啊 那你这个费用怎么算 六十块钱 六十块钱 哪有这么贵呢 这几公里六十块钱 那以后多少钱 你三十块钱又过来了呗 刚才又联系了几个 哇都是这样的价格 没办法 像咱们在外地碰到这种事儿 只能被攒 但是两三公里要五十块钱 确实有点高 但是车现在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说以后出门 这个搭电这个线必须买一个人 不满你像有时候吃亏电什么的 你就得找中救援 特别麻烦 等他吧 哎呀破财免灾相当于是吧 机个打开 相机吗 小相机 嗯 嗯 ok 你想这个一堆线能有多少钱 这个线啊 啊 这根线要是买的话 我这个一百来个钱 因为我线贵 哦 你正常买的话 我买个五六十 五六十是吧 细线的 哦好好好 那过去啊 你收一下 好好好 好行谢谢啊 好 ok 然后让车在这 发动这个十分钟左右就行了 这一天是闹的